來看在海邊有一些養殖牡蠣的棚架 被前幾天的颱風給吹到岸邊 看起來已經是不堪使用了 嘉義縣長翁張良 前去視察的時候也特別針對 這個蚵仔的產量表達很擔憂 因為接下來就是中秋節了 是這個考科的旺季 而在嘉義有一些是標榜著考科 吃到飽這個業者目前也非常的擔心 來聽一下他們的訪問 應該是不夠 但是就是會考慮漲價這樣 你蚵仔來玩沒問題 沒有啦 這有問題也要想辦法 雖然是都不好了 但是我們入車也要自己吸收 那這個會影響到後面 包括中秋節的考鵝 包括整個的供應 不管是福法市的科棚 或者是平掛市的科棚 目前這個損害的金額 初步估計恐怕達到這個1億6千多萬 而現在對於這個當地不少業者 都很擔心 目前這個蚵仔的來源 恐怕會減少 到時候到了這個中秋節 可能價格也會上揚 目前雖然還是維持這個一樣的價格 但是這個業者很擔心 恐怕會有這個量少駕陽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困擾 而對於這個科農呢 這個縣府是表示 目前有一些這個低利貸款 漁民們可以來申請補助 所以我們要來申請補助 我們要來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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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申請補助 這次請補助